許晉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的內地人大概用了很多90%的時間 用精力去學英文 但是出來社會有90%的人都用不了英文 有90%的人是不懂英文 是英文不可以function well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很值得心思 這位政協建議中小學將英文 取消為必考科 I tell you what, I applaud this idea 但是我告訴你 你花90%的時間去學英文 而你結果turn out 就是90%的人是搞不懂英文 A個有沒有想過 其實是因為你們的英文教學方面出了問題呢? 你可能會說 Peter 你這些香港的英文教師 你知道我是國內的什麼? Yes and no 不過我告訴你 雖然我的focus在香港 我是曾經是教過國內聽清楚 不是高考那些學生 而是他們已經是碩士級的人 他因為他的career advancement 他那個英文是要達到某個程度 所以我才可以晉升 結果他星期日由深圳過來上我堂 one to one 地教 So that's why I know one or two things about the way English is taught on the mainland 而我見到你們的教材 十分之落後 for one thing 我要講 就是讀音標學英文 就是很落後的 哈哈哈哈 是呀 跟著 Learning English by Wrote wrote learning 死記 硬背 每日起床 七點鐘就要背十個三字 這些方法完全錯的 我現在 我不是對英文 領略力特別高的學生 就是我中學的 情況就不是說 就是好像 I take to English like a duck takes to water 就是學習英語來講 我回憶起那個過程 不是說我天生是一個語言的天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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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是一個 是一個很快樂的過程 從來是 沒有去花時間去盡力 去記一些生字 去死記一些東西 以後有機會講多些 share 讀英文的心得 ok